就台北市來說 一個能夠完成的都更案 起碼要花七年 這你們就可以在上網上 要花很長的時間 哈囉 各位朋友 歡迎收看三五線上賞屋 今天我們賞屋說說的節目 要來探討一些 我覺得最近剛好TED這個年紀 是到了買房子的階段了 關於買房子有很多議題 我們今天邀請了 我踏入不動騰的大前輩 大家只成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這集的主題 是關於都更和建和改建的 我們大概已經做了大概到十幾年了 然後一開始我們是從都市更新著手 但後面都市更新的法令再改變嘛 所以我們後來又用了 其他各種的不同的方式 我簡單說不管是任何方式 其實最終的目的 都是希望把所有的區房子 統整完之後 一起蓋一個新的房子 就是這樣子而已 改建這件事情最重要的重點是 不管我們的方式是用什麼 都有的會用都市更新 都有的會用老屋改建 或者是單純的協議和建 這些方式可能有很多種 但是最終都是建商出錢 地主出土地 他不用出半毛錢 加在一起 然後按照趴數大家來分啦 對 分贓 大概就是這樣 對 你先簡單敘述 都更和建改建 這三個差別好不好 都更和建改建 都更是一種方式 和建也是一種方式 前面面這兩個為的目的 都是為了第三件事情 都是為了 換新房子嘛 都更他有他的程序 經過公部門的審核 包括產官學界 他們也要開很多次的公廷會 就台北市來說 一個能夠完成的都更案 起碼要花七年 這你們就可以到上網查 要花很長的時間 但這樣子 和建案改建會比較快嗎 都更跟和建案 最大的差別就是 都更不需要百分之百同意 它是一個多數決的概念 都更法的產生 為了做和建的時候 可能有些地主想要 他想要當叮子戶 他想要分更多 所以他們會 就比較貪心啦 就是用來對付比較貪心的人 就是這樣子 對對對 你講白話我們 觀眾比較聽得懂 ok 好好好 就是每個人的需求 跟想像空間 可能有落差的時候 就可能讓一般的案子 沒辦法進行下去 都更法的設立 就是為了去防堵 如果有人想的太多 原則這個立法的用意是好的 文靈院的事件 一發生之後 其實對整個台北市的都更 其實產生非常大的衝擊 我們有機會再說好了 不管是都更也好 改建也好 他們的目的其實都是一個 把很多的舊房子 加在一起換了一間 或者是兩間 整體規劃過一個新的房子 更合乎現在的生活方式 跟現在的法規 就我覺得四隆也更好啦 當然 整體四隆 因為台北市也算是國際的一線大城市 是 對 但是其實因為台北市我覺得是 舊房子過多 尤其是就是比較舊市的眷村 和那種住宅社區 對 因為都是那種四層樓的老房子 其實這個就反回來 大家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台北市的房價這麼高都不會跌 我可以這樣說 你看我們台北市 其實它從很早之前就開始開發 剛剛開始台北城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到港口 一府二路三蒙甲 嗯 從蒙甲這邊 它是港口 大稻城這邊 他們是以前一百年前台北市最繁榮的地方 當那個地方已經住很多人之後 它會慢慢慢慢擴散 往旁邊 它會往旁邊擴散 跟現在往新北市擴散的道理是一樣的 到日據時代最繁華的地方 可能就不是在蒙甲了 最繁華的地方 就轉移到中山北路 轉移到中江路 到後面大概在80年代的 成形在東化北路跟中江東路了 東區 所以城市就整個轉移到東邊 我們這個特市長他不是也提出 軸線翻轉 但是要翻轉真的有很大的難度 就是因為 萬華區跟大同區 它有太多太多很老舊的房子 對 對 這些很老舊的房子怎麼辦 所以 這個實在是很困難的工作 你希望市農更好 你也希望土地使用的效益更大 那政府的法令就是希望去鼓勵 明天進行投資 把這些市農可以翻成新的 在萬華區 在大同區 這些很老的社區 住越多的代 你孩子就會越來越多 你土地分下去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這個是我們現在要去整合土地 一個最大的難處 對 那所以才會有都更法 都更和和建都是為了改建 是這個意思 對對對 就是換成新房子嘛 只是它是有一點像是程序上的 應該是說 我們去開發這個區域 為的目的很單純 它就是要讓這個區塊的人 有共識去翻成一個新的房子 都更是其中一個方式 那你也可以跟大家都談好 把條件談好 把所有人的醫院都取得 然後簽立一個合建契約書 綜合所有人的意願去申請建造 這樣是最單純的 不用再經過這些道工部門 長官學界的監督審核開會 包括公告 不用再經過這些很繁複的程序 當然都是更新 你做這麼久 政府也會給你沒獎勵 可以分回去更多的房子 但是大家就會這樣想啊 我當然希望能夠有更優惠的房子 可以分回到更多的條件 那當然我會想要選獨更 隨著獨更法的嚴禁 做獨更的人這麼多 這麼多案子在做獨更去 但是成的人 真的能夠完成 其實很少 真正完成的案子其實不多 真的不多 就我知道 或者是我有參與的 大概十幾年前參與的案子 對 到現在都還沒有動工 對 可能有的案子規模非常大 可能我碰過規模最大的 大概200多個人 基地也很大 200多個 基地也很大 其實改建會碰到最大的問題 除了它第一個 地主的意願 你有意願想改建 因為你的房子可能舊了 可能你漏水或者是什麼 但是我沒有意願 我在這邊住好好的 你 我家沒事啦 所以我家沒事 所以我不用船 或者是我的爺爺住在這邊 我阿公住這邊已經住很久 他不想搬家 對一個土地有自己的歸屬感啦 他就是不想動啦 對 又或者是 我們之間家族內部 可能有人不太合 你要 我們要 反正我就是跟你唱反調的 那一種的啦 更難的是什麼呢 是可能有一些財務糾紛 我的地被假扣押 或者是我這邊欠錢 處理完了以後才可以做 就是要讓他一塊地是乾乾淨淨的 所有全人是乾乾淨淨的 是這樣子 對 我剛剛講的以上這些問題 都只是人的問題 第二個大的問題是什麼 事法性的問題 一塊基地想要去開發 可能有很多在法令上的限制 除了建築法規 單行法的部分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大眾我們都可以慢慢留下 歡迎收看我們下一集 記得追蹤 那喜歡我們就能夠喜歡 我們按讚這個頻道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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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